咱們 謝祖是王崇興弟兄 現在在苗栗式造會的聚會 咱們 今天跟弟兄姊妹們一起分享 我們做兒童牌的經驗 剛剛有聽到姊妹的交通實在是非常的感動 我們實在需要有根源 神就是我們孩子的根源 咱們 現在的生育率實在是很低喔 只有百分之一喔 所以社會上的每一個小孩子都非常的重要 百分之一就是過五十年 只剩下一百個只剩下一個人 所以現在的社會是非常注意小孩 那我們不僅注意小孩 我們還需要用神的眼光來注意小孩 所以彼摩泰三章釋節說 要好好管理我們自己的家 使兒女凡事莊重服從 這是我們裡面的一個盼望 希望我們的女兒是莊重服從 不僅是服從我們也服從神 而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把它帶到這個兒童的小牌裡面 剛才前面有一位姊妹 我女兒在跟我揮手 前面有一位姊妹說她女兒有攻擊性喔 所以她不太好 她覺得不太敢帶到兒童牌喔 其實不用擔心喔 更需要帶到兒童牌來 我們這個兒童牌呢 是在一個弟兄家裡面喔 她是她夫婦都是當老師 那在四年前的時候呢 他們就接受了這個負擔呢 就在兒童裡面 他就願意開一個兒童牌 就把家打開 然後我們就這樣實行了四年 那另外呢 還有我們還有二區 還有這個我們一個僑美的安心班 也有兒童牌都已經持續很久了 那在這樣的服飾裡面呢 我交通我們這個兒童牌的服飾的經驗喔 那我們從她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這位弟兄 弟兄當老師的弟兄姊妹們 他們家打開 那我們區裡面呢 有大概四對的夫婦 都有小孩子年齡差不多 所以呢 我們呢 就一起呢 參加這樣子的兒童牌 那時候我的小孩子呢 一個是大班 一個是這個 還沒有上小學 還沒有上幼稚園 所以講簡單的就是 連話都聽不懂那一種 他講的話我也聽不懂 我講的話他也聽不懂 那一種小孩 我們還是把他帶到兒童牌去 那在這樣子兒童牌的過程裡面 剛開始這個我的小女兒呢 因為聽不懂人話 所以呢 我們在服飾的時候 我們一起配他交通的時候呢 我在上面講故事的時候呢 他就抱著我的大腿 然後呢 要把我拉離開那個講話的地方 所以呢 這樣子的孩子呢 現在已經 昨天我們也有兒童牌 他就乖乖地坐在我的對面 已經開始聽得懂人話了 而且呢 也聽得懂神的話 當他開始在唱 他還不認識國字 但是他可以讓更多得著基督 多又多又多 他可以把他背下來 所以這種姊妹喔 其實不是我們一服飾 他馬上就會了 那我們這個兒童牌也有一個 跟我們一起 也是福音朋友的孩子 大概我們有八個 都是丟姊妹的孩子 然後剩下呢 大概大概也有大概一半呢 是福音朋友 就是不是丟姊妹的孩子 一起來 那其中有一個小孩子呢 也是男生喔 也是具有攻擊性的 而且不會去攻擊小孩子 是攻擊他媽媽的那一種 他在這個兒童聚會裡面呢 也不是很專心 可是他一直又來 那現在呢 他也可以乖乖地坐在 坐在這個兒童聚會裡面 而且更多得著基督 多又多又多 所以這種姊妹 兒童服飾呢 他是一個 一個很冷的一個服飾喔 一個小孩子呢 從很小到他 他能夠聽得懂的話 這段時間蠻長的 我們現在已經服飾了四年 那我的女兒 要到國中的接管 可能我要繼續再服飾喔 四年喔 那等到我這個小女兒 要到國中 我要服飾六年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搶得到的 因此呢 在兒童台 配搭我們呢 這樣四年一直配搭呢 有幾個 我覺得可以分享 第一個呢 就是需要 跟姊妹一起的配搭 除了家打開呢 還要配搭服飾 那很幸運的 我們那一區 因為有四個都有孩子 所以我們就輪流配搭 所以大概一兩週 我們就會配搭一支講故事 帶一支歌 不是都一個人帶 這樣我們 弟兄姊妹呢 可以訓練喔 那小孩子呢 也可以得到不同的教導 那第二個呢 是教材的選用喔 因為 這個 國教也只有六年 可是我們的同輩 可能做個十年喔 所以 我們一開始呢 教材的選用上 我們也花了很多的工夫 也不斷的去檢討 一開始我們 弟兄們把 弟兄呢 那個家打開的弟兄 給我們教材 我們去 用那個教材自己去找資料 然後呢 這樣過了一年呢 這個用光了以後 那弟兄呢 又叫我們開始讀聖經喔 我們就從就業開始一直讀 讀到 使徒行傳也講完了 然後這樣已經過了第三年嘛 那所以今年開始呢 感謝主喔 教會有使用這個性格 那我們就從這個性格的這一本 這個教材開始來進入 那我們現在是做這個 情的性格的部分的教育 但是 因為這個 這個蠻不太容易講喔 包括我們自己要研讀也很困難喔 所以呢 我們在找教材的部分 我們 我發現呢 台中指教會 他網站上面有分享 他已經做好的 talk point 就是性格三十點的 就幫阿嬤阿嬤 目前在做這一件事喔 那感謝主喔 最後 我昨天的經節呢 告訴我們呢 難度人呢 羨慕 卻無所得 殷勤的人得多富裕喔 阿安 我想呢 在兒童牌呢 只要我們殷勤的去實行 阿安 我們就能得到富裕 阿雷路亞 有心就有陸 阿捷 神祝福我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